由于重新燃起了活命的希望 我抓住每一个机会 加固把我吸于脚盘残体的绳子 伙伴们也都在这么做 夜黑得不能再黑 周围可怕的喧嚣骚动 简直没法形容 此时 甲板同海面已一般高 更确切地说 我们被一道隆起的水墙包围 波涛每时每刻都在拍打我们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头每三秒钟内 只有一秒钟能落出水面 虽说我们挨得很近 可谁也看不见谁 其实 船身的任何部位我们都看不见 尽管我们的身体正在船体上碰撞 我们不时相互呼唤 努力使自己不丧失信心 同时 又给予伙伴最最需要的安慰和鼓励 奥古斯塔斯的衰弱令我们十分担忧 他右臂的伤势使他不可能吸进绳子 我们担心他随时都会被海浪冲走 但我们又无法助他一臂之力 幸运的是 他当时的处境比我们三人都更安全 因为 他的上半身正好趴在破脚盘部分残体之下 汹涌而来的海浪都被脚盘残体撞碎 若非如此 在天亮之前 他肯定就会死去 由于船体倾斜得很厉害 我们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被卷走 正如我前面所说 船是向左弦倾斜 甲板有一半一直被淹在水中 所以 从右弦冲来的波涛基本上被闲侧碰碎 只要我们尽可能平握 冲到我们身上的只是些碎浪 而从左弦涌来的浪头 则是那种对我们并无多大影响的所谓回浪 鉴于我们有绳子固定并低伏身体 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我们冲走 我们就在这可怕的惊慌中 熬到了天亮 可黎明为我们展示的 却是一番更可怕的情景 此时 双围船就像是一根木头 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随波竹浪 风力还在加强 已经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飓风 看来我们已没有希望在人间获得拯救 好几个小时我们都默不作声 以为固定我们身体的绳索会随时断掉 或者破碎的脚盘会随时脱离船身 要么就是从四面八方咆哮着涌来的巨浪 把船体压入太深的水下 不带它重新浮出水面就把我们淹死 多亏上帝的怜悯 保佑我们脱离了这些危险 并在中午时分用神圣的阳光给我们以安慰 随后我们就感觉出风力明显减弱了 这时自昨晚后半夜就一直没坑过声的奥古斯塔斯 突然开口说话 问躺得据他最近的彼得斯 是否认为我们还有获救的可能 由于一开始没听见回答 我们都以为那个混血儿已经被淹死在他躺的地方 但不久我们就高兴地听到了他的答话 尽管声音非常微弱 他说绳子把他的腹部累得太紧 他正在经受极大的痛苦 若不设法松开绳子 他肯定会死去 因为他已不可能再忍受那样的痛苦 他的话使我们感到很悲哀 由于海浪仍在继续拍打我们 我们想帮他一把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只能鼓励他咬紧牙关坚持 说只要一有机会就帮他解开绳子 他回答说 那也许太迟了 说不定在我们救他之前 他就已完蛋 然后他痛苦地呻吟了一阵 就不再只声 这时我们断定他已经死去 当夜幕降临时 大海已平静了许多 现在差不多要等五分钟才有一个浪头从上风面涌过船体 风也大大减弱 尽管还在呼呼地吹 我已有几个小时没听见伙伴们说话 这时我呼唤奥古斯塔斯 他回答的声音很微弱 以致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接着 我又喊彼得斯和帕克 但他俩谁也没有回答 其后不久 我陷入了半灰迷中 恍惚之间 脑子里浮现出许多令人愉快的画面 譬如青葱苍翠的树木 起伏的金色麦田 一排排跳舞的姑娘 一队队骑马的士兵 我现在还记得 当时闪过我脑迹的那些画面基本上都在动 我的幻觉中 没有住入房子 山岭之类的静置物体 而是接连不断地闪现出风车 船只 巨鸟 气球 骑马的人 飞驰的车 以及诸如此类运动着的事物 当我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我估计 太阳已经升起约一个小时 当时我简直回想不起与自己处境相关的任何情况 一时间竟以为还待在底舱 还待在那箱子附近 而帕克的身子就是老虎的躯体 但我完全恢复深知 我发现海面上吹拂的不过是一阵微风 大海也相对平静下来 波涛只是轻轻地拍打着船体 我的左臂已从捆绑中挣脱出来 肘部被绳子严重擂伤 而右臂则完全失去了直觉 手掌和手腕都肿得厉害 这是由于肩下那条绳子擂得太紧的缘故 捆在腰间的绳子也令我痛苦不堪 他已经被拉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掉头看我的伙伴 我发现彼得斯还活着 只是他腹部那根绳子勒得实在太紧 看上去他几乎都快被勒成两截 我看他时他朝我微微点了点头 示意我看那根绳子 奥古斯塔斯没有丝毫还活着的迹象 他弯曲的身体躺在脚盘的另一边 帕克看见我在动弹 便向我喊话 问我是否有足够的力气帮他解开绳子 说如果我能够打起精神 并设法解开他身上的绳索 那我们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不然我们都必死无疑 我叫他振作精神 告诉他我会尽力帮他摆脱束缚 我用左手在裤兜里摸到了那把折刀 试了几次之后才打开刀刃 我设法让右臂从捆绑中解脱 过了一会儿便割断了身上的所有绳索 当我试图移动时 发现自己的双腿完全不听实话 根本没法从甲板上站起来 同时我这右臂也不能活动 我把这情况告诉帕克 他吩咐我用左手抓住脚盘静躺几分钟 让血液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循环 我照他的话躺下 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麻木开始渐渐消失 两条腿慢慢地能够活动了 右臂也随之恢复了部分功能 我照他的话躺下 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麻木开始渐渐消失 两条腿慢慢地能够活动了 右臂也随之恢复了部分功能 这一次我没忘记着 而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帕克身边 很快就把他身上的绳索全部割断 稍稍过了一会儿 他的四肢也基本恢复了功能 我们马上去接困住彼得斯的那根绳子 那绳子磨穿了他那条厚泥裤的腰带和两件衬衫 在他的腹部勒出了一条深深的口子 我们解开绳子 那道伤口流了不少血 不过我们刚一抽掉绳子他便开口说话了 似乎痛苦顿时渐轻 他行动起来甚至比帕克和我都轻松得多 这毫无疑问是流血的缘故 我们对奥古斯塔斯能活过来都不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显然已没有一点生气 可当接近他时 我们发现他只是因失血过多而昏迷 我们为他伤臂包扎的绷带早已被急浪撕掉 把他吸于脚盘的那些绳子 倒没有一条能紧得要他的命 松掉他身上的绳子后 我们把他抬里脚盘放到了一个迎风干燥处 我们让他的头稍稍低于身子 然后一起使劲搓入他的四肢 半小时后他活过来了 尽管直到第二天早晨 他似乎才认出我们 或者说才有足够的力气开口说话 当我们全部摆脱绳索的束缚时 天又近黑 头顶上又有乌云开始急剧 我们都感到极度不安 生怕又会狂风打锁 在当时那种精疲力竭的情况下 再起大风 我们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幸亏 夜间天气保持温和 大海也越来越平静 这给了我们最终获救的希望 仍有一阵微风从西北方吹来 但天气一点也不冷 我们用绳子小心地把奥古斯塔斯固定在上风面 以确保他不致引船体的摇晃而坠入水中 因为他仍然虚弱地不能自己保持平衡 至于我们三人 则没有这种必要 我们拉着脚盘周围的断绳紧挨着坐下来 开始商量逃离危险的办法 脱下衣服拧干后 我们好受了不少 再重新把衣服穿上时 我们感到既暖和又舒服 精神也为之一阵 我们帮着把奥古斯塔斯的衣服也脱下宁干 他也看到了同样的舒服 这时候 我们主要的痛苦就是饥渴 而当我们寻求解除饥渴的办法时 心不由地往下一沉 甚至开始惋惜 过早地逃脱了 远没有饥渴可怕的海浪的危险 但我们仍然安慰自己 有可能很快被过路的船只搭救 并互相鼓励 要坚韧不拔地承受可能发生的灾难 7月14日的黎明终于来到 天气依然晴朗一人 有一股稳定而柔和的风从西北方向吹来 此时 海面已非常平静 而且 不知是什么原因 双围船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倾斜 甲板基本上干透了 我们能在上面自由移动 我们几乎已三天三夜没吃没喝 想办法从舱里弄出点什么 已成了绝对的必要 但由于船舱里挂满了水 开始这项工作时 我们仍信心不足 心中几乎不抱有真能捞出点什么的希望 我们从残存的仓口罩上拔了些钉子 再把钉子钉入两块木板 然后将木板合拢 制成了一个类似爪毛的捞耙 最后 我们用一根绳子细住这个捞耙 并将其抛下主舱来回拖液 希望能侥幸捞出点什么可以冲击的东西 或至少捞倒价有助于我们获取食物的工具 我们花了大半个上午来进行这场白费力的打捞 结果只捞上来一些容易被钉子勾住的床单枕套 我们的打捞工具实在太笨拙 没法指望它会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又在钱仓老了一阵 但结果同样徒劳无功 正要绝望之时 彼得斯建议用绳子把它拴住 让它设法潜入主舱寻找食物 这一建议顿时令我们欢欣鼓舞 使我们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它马上脱掉上衣 只穿裤子 我们将一条结实的绳子 小心地吸在它腰间 并往上绕它的双肩 结成保险扣以防滑脱 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危险 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指望找到多少食物 而且即便藏内有鸡啊 潜水着下水后 也必须右转弯向前游十一二英尺 并穿过狭窄的通道进入卧舱 然后再返回 期间没有吸气的可能 一切准备停档 彼得斯顺着升降梯 走到水墨脖子之处 然后他一头扎入水中 右转弯向前猛游 试图到达卧舱 但他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 他入水还不到半分钟 我们就感到绳子被猛地拉动 这是约定好 他要我们拉他上来的信号 于是 我们马上把他拉出水面 但由于太不小心 结果 使他重重地撞上了扶梯 他什么也没有带回 由于他发现 必须花很大力气 才能使自己不置上浮碰着甲板 他实际上 在水下只游了很短一段距离 出水后 他已经疲劲力 不得不休息了整整15分钟 才又开始第二次冒险下迁 这一次甚至比第一次更早 见他在水下待得太久 而没发信号 我们不由地为他的安全担忧 便不等信号就把他拉了上来 结果却发现 他几乎已经奄奄一息 他说 他在水下从不断地猛拽绳子 可我们在上面却毫无感觉 这很可能是因为绳子的某部分 缠在了升降踢脚的扶栏上 这段扶栏实在太碍事 我们决定 在进行第三次尝试之前 尽可能将其除掉 由于除掉扶栏需要较大的力量 我们大家都顺着升降踢下到水里 一起用劲才把它拉掉 第三次尝试 同前两次一样没有成功 情况非常明显 潜水者必须借助某种重物 稳住自己的身体 才能在舱内进行搜寻 于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甲板上寻找这样的重物 最后 终于欣喜地发现 前茅链上有一环已松动 没费多大力气 就把它给拧了下来 将此物牢牢地固定在一只脚腕上后 这次 他成功地到达了15元握舱的门前 将此物牢牢牢牢地固定在一只脚腕上后 彼得斯第四次牵下主舱 这次 他成功地到达了15元握舱的门前 可真令他说不出的悲响 他发现舱门锁着 而他 未能设法进入就不得不返回 因为 他最多只能在水下前一分钟 我们的前景看来非常暗淡 想到我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想到我们几乎已不可能死里逃生 奥古斯塔斯和我都经不住流下了眼泪 但这种懦弱并没持续多久 我们很快就跪下来向上帝祈祷 恳求他帮助我们战胜眼前的千难万贤 之后 我们带着新的希望和活力站起身 开始考虑 还能用人世间的手段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 不久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 一件 我经不住认为是最震撼人心的事 它先让人心里充满极度的喜悦 随之 又令人感到无以复加的恐惧 它甚至 比我在其后漫长的九年中 在许多不同情况下 所遇到的最令人震惊 最玄妙莫测 最不可思议的事件更惊心动魄 当时 我们正半躺在靠近升降口的甲板上 讨讨论再次潜入卧槽的可能性 这时 我抬眼看了一下躺在对面的奥古斯塔斯 发现 他的脸骤然之间变得煞白 他的嘴唇 以一种最异乎寻常 最莫名其妙的方式打得哆嗦 我惊恐地跟他说话 可他却没有回答 我开始以为他是突然发病 于是 我注意看他的眼睛 这时我发现 他的目光显然是直瞪瞪地盯住我身后的什么目标 我掉头一看 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那阵震撼我每一根神经的狂喜 一艘大型双围船正向我们驶来 离我们最多只有两英里 我就像胸口挨了颗子弹似的猛然跳起身 朝着那艘船张开双臂 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那个姿势 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得斯和帕克也同样欣喜若狂 尽管其表达方式各有不同 彼得斯像个疯子似的在甲板上手舞足蹈 嘴里喊着最疯狂的话 其间还混杂着一声声狂笑和诅咒 帕克则突然涕泪满沱 像个孩子似的大哭了好一阵 我们看到的是一艘前围装横帆 主为配送帆的大型双围船 荷兰式造型 船身被漆成黑色 船头涂金鸟彩 装饰得很俗利 它显然饱金狂风巨浪的袭击 我们猜想 是我们陷入困境的那场风暴 也令它吃尽了苦头 因为它的前围上反 已不翼而飞 又嫌嫌强也被撕掉了一大块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那艘船是 它在我们上风约两英里处 而且正在向我们使劲 当时风力非常柔和 可令我们吃惊的是 那艘船除了前围下帆 主为主帆和一块斜围三角帆之外 其余的风帆都没有撤起 它的速度当然很慢 以致我们急得都要发风 此外 尽管我们当时万分激动 但却注意到 那艘船行驶得很笨拙 它偏航偏得厉害 一致有一两次 我们以为它一定看不见我们 或者 它虽然看到了我们的破船 但却未发现甲板上有人 所以它要掉头改变航向 每次看见它掉头 我们都用最大的声音又喊又叫 于是 它似乎又改变主意 再次转舵向我们驶来 这种奇怪的突然掉头 重复了两三次 最后 我们只能认为 那艘船的舵手一定是喝醉了 起初 我们一直看不见那艘船上有人 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时 我们才看到 它的甲板上有三名水手 从他们的装束来看 像是荷兰人 其中两人 躺在水手舱近旁的一堆旧藩上 第三位 则俯身于 幼贤靠近船手鞋围之处 似乎正好奇地打量我们 这是一位粗壮高大 皮肤有黑的水手 他以一种快活 但极其古怪的方式向我们点头 并一直滋着一口 又白又亮的牙齿向我们微笑 看上去 像是在鼓励我们 再耐心地坚持一会儿 当那艘船使得更近时 我们看见 一顶红色的法兰绒帽子 从它的头上掉进水里 可它对此却没有在意 或者说对此置之不理 仍然以那种古怪的方式 向我们点头微笑 我必须告诉读者 我再次不厌其烦地讲述的细节 与当时看上去的情况 毫无二致 那艘船慢慢靠近 行驶得比刚才平稳 而我 简直没法平静地讲述这件事 当时我们的心 飘过来一种气息 那是一种恶臭 一种这世界上叫不上名 说不出味儿的恶臭 一种法子地狱的恶臭 一种令人窒息 令人难忍的惊人恶臭 我气喘吁吁地扭头 看我的伙伴 只见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 可我们当时无暇去怀疑 去猜测 那艘船离我们已只有五十英尺 看样子 是要从我们的船尾突出步擦过 这样 它不用放小艇 我们就能登上它的甲板 我们向船尾冲去 可它的航向突然之间 又猛偏了五六度 当它从距我们的船尾 二十英尺处的海面经过时 我们一览无疑地 看到了它的整个甲板 我今生能忘记那幅 惊魂荡泼的惨像吗 包括几名妇女在内的 二三十具尸体 横七竖八地 躺在船尾和舱面厨房之间 全部腐烂到了 最令人恶心的程度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 那艘死亡之船上 没有一个火人 可我们仍然经不住 高声向那些死者求救 是的 在那最最痛苦的时刻 我们生死历劫地 苦苦哀求那些不会说话 而且令人作呕的尸体 求他们掉转船头 求他们别抛下我们 求他们别让我们也变成他们那样 求他们接纳我们做他们的伙伴 恐惧和绝望使我们精神失常 极度的痛苦使我们完全发疯 随着我们第一声恐怖的哀号 从那艘船 船头斜围附近传来了一声回应 那声音非常像人在尖叫 一致 最灵敏的耳朵也会吃惊 也难辨别 此时 那船又突然偏多 一时间 把水手舱附近的前甲板 送到我们眼前 而我们 一眼就看到了声音的来源 我们看见 那个粗壮高大的身躯 仍然附在弦墙上 仍然在不住的点头 但这时 他背向着我们 所以看不见他的脸 他的双臂伸过栏杆 他的双手垂下 掌心向外 他的双膝跪在一根粗绳上 粗绳紧紧地绷在 斜微微坐与毛架之间 他衬衫的背部 被撕掉了一大块 赤裸在背上 站着一只巨大的海鸥 那海鸥 正贪婪地着实 可怕的人肉 它的长辉和利爪 都深深陷在肉中 白色的羽毛上 溅满了血迹 那船继续偏移 使前甲板 离我们的视线更紧 那只鸟显然很吃力地拔出 它沾满血肉的肠灰 仿佛受了惊事地 把我们盯了一阵 然后懒洋洋地飞离了 那具让它饱餐了一顿的尸体 竟直飞到我们的甲板上方 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 嘴里还叼着一块血乎乎的 像是干的东西 那可怕的血块 最后直端端溅落到了 彼得斯的脚下 愿上帝宽恕我 就在那一刻 我的脑子里第一次闪过了一个念头 一个我不愿提到的念头 而且我觉得 自己朝那块血乎乎的东西 移动了一步 这时我抬起头 奥古斯塔斯的眼光 正好与我紧张而急切地目光相遇 我猛然清醒过来 我急步向前 站立着 把那可怕的东西扔进了海里 被那只食肉巨鸟着实时 那具靠在绳子上的尸体 自然很容易前后晃动 正是这种晃动 使我们起初以为那是个活人 由于海鸥减轻了它的重量 它晃动时测想一边 这样就露出了它的整张脸 肯定从来没有过那么可怕的一张脸 眼睛被灼掉 嘴边的肉也被吃光 全部牙齿 暴露无遗 这就是曾唤起我们希望的微笑 这就是 但我还是不说为妙 如我前文所说 那艘船从我们的船尾经过 满满的 但是不停地驶向下方 随着它和它可怕的成员们的离去 我们获救的希望也化为泡影 要不是突然的失望和惊人的发现 使我们一时间呆若目击 它慢慢经过我们的船时 我们本来有可能设法登上它的家吧 当时我们能看 能感觉 但却不能思考 不能行动 直到 直到为时太晚 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 那件事 在多大程度上 削弱了我们的智力 当那艘船 远的只在水面上 露出半个船身之时 我们中 还有人认真的建议 游泳去追的 自那之后 我曾努力打听过那艘船的下落 想弄清导致它毁灭的原因 但结果终归突然 正如我前文所说 它的造型和外观 令人认为它是一艘荷兰商船 船上那些人的装束 也证实了这种判断 我们本来可以轻易地看到它尾部的传明 实际上 还可以观察到 其他有助于我们弄清它来历的情况 但当时的过分激动 使我们对这些都视而不见 那些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呈翻红花的颜色 我们据此断定 那船上的人均死于黄热病 或是某种和黄热病同样可怕的致命疾病 若果真如此 从那些尸体的位置来看 死亡肯定发生的极其突然 并不可抗拒 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人类所熟悉的那些 哪怕是最致命的瘟疫引起的死法 实际上 也有可能是某种毒物 偶然混入食品导致了那场灾难 或是因为 那些人误视了某种有毒的鱼 有毒的海中动物 或有毒的海鸟 但这些推测 都无助于揭示被包裹住的真相 真相无疑将会永远被包裹下去 包裹在那个最令人触目惊心 最神秘莫测的谜中 我们在神志恍惚中 度过了那天盛夏的时光 直到夜幕完全遮掩了那艘 我们眼巴巴看着 渐渐远去的船 我们才稍稍回过身了 这时 即可又开始折磨我们 是我们忘记了 其他所有的担心和忧虑 可在天亮之前 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把身体尽可能地固定在甲板上之后 我们力图休息一下 我竟然意想不到的真的睡了一觉 直到我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伙伴 第二天早上把我唤醒 以便重新开始从舱内打捞失误的尝试 空中没有一丝缝 海面平静的不能再平静 天气温暖而宜人 那艘船早已无影无踪 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 先使费了点力 从前茅链上又拧下一环 之后 在彼得斯两只脚上都套上中午 他又试图接近那道舱门 心想 只要能及时到达那里 他就有可能把舱门弄开 他希望这次能成功 因为船体比任何时候都更平稳 他果然很快就到了那个卧舱门口 这时 他从脚腕上脱下一环毛链 用它使劲砸门 但未能成功 舱门远比预料得更结实 在水下待得太久 使他精疲力竭 我们中 必须有另外的人接替他的工作 这时 帕克斯告分涌 但试了三次之后 发现 他甚至无法游到舱门前 奥古斯塔斯又比的伤势 使他下水也没有 因为 即便他能到达舱门 他也无力把门弄开 这样 拯救我们的众人 就择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彼得斯把一环毛链留在了过道中 我一下水就发现 没有足够的重物 保证我稳稳地潜到水底 所以 我决定 第一次入水的目的 就是找回那环毛链 在顺着过道地板摸索时 我触到了一件硬东西 我一把将其抓住 来不及弄清 它到底是什么 就尽快反身 就尽快反身浮出了水面 那硬东西原来是一个酒瓶 而要是我说 那瓶里装满了红葡萄酒 读者也许能想象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那股高兴 那硬的东西原来是一个酒瓶 而要是我说 那瓶里装满了红葡萄酒 读者也许能想象 我们当时那股高兴 为了这几时 并令人欣慰的援助 感谢上帝之后 我们马上用过那把这刀 撬开了瓶塞 每个人又节制地喝了一口 大家顿时感到一种 说不出的温暖和舒服 精神为之一阵 身上也有了力量 之后 我们塞好瓶塞 并用一条手巾 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掉好 以免它被撞碎 在这幸运的发现之后 我休息了一会儿 接着又一次潜入水中 这次 我找到了那环毛链 并带着它立即返回家吧 我套上那环毛链后 第三次潜入水下 这次尝试使我确信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弄开那道舱门 于是我只好绝望地返回 看来我们已无任何希望 从伙伴们的表情中 我看出他们已接受了即将死去这个事实 酒精的作用显然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沾望状态 而我之所以能得以幸免 也许是喝过酒就入水浸泡的缘故 他们开始与乌伦斯的谈起 与我们当时的处境毫不相干的事情 彼得斯一再问我有关南塔吉特的情况 奥古斯塔斯一本正经地凑到我跟前 要我借给他一把梳子 因为他头上沾满了鱼鳞 他希望在上岸之前把他们输掉 帕克看上去稍稍清醒一点 他催促我任意潜入主舱 碰到什么就捞起什么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一次下水潜了足足一分钟 捞上了一个属于巴纳德船长的小皮箱 我们立即把箱子打开 希望能侥幸发现什么可以冲击或解渴的东西 然而箱子里只有一盒T恤刀片和两件压麻衬衫 我再次潜入水中 但这次空手而归 我的头刚一露出水面 就听见甲板上传来砰的一声 我爬上甲板一看 发现原来是我的伙伴们趁我不在 忘恩负义的喝干了瓶里剩下的酒 想赶在我出水之前把空瓶放回原处 结果却在慌忙中将其打碎 我指责了他们这种不义之举 当时奥古斯塔斯流下了眼泪 而另外两人则想把这事当作一场恶作剧 一笑置之 我希望今生今世不要再看见那种笑容 那种扭鼻子歪嘴巴的嬉皮笑脸 只让人感到恶心 在他们的胃肠都空空如也的情况下 酒精强烈的刺激立马渐小 他们一个个鸣定打嘴 我好不容易才哄劝他们躺下 他们很快就呼呼打嘴 甲板上顿时酣声如泪 此时我觉得这条破船上仿佛只有我一个人 我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和绝望 我看不到任何生路 唯一等待我们的就是慢慢饿死 或者痛快一点 在随时都可能刮起的第一阵大风中 葬身于腹 因为在那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 我们绝无希望再逃过一场大风 那种鸡肠碌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只要能减轻饥饿感 我什么东西都能吃 我用折刀从那皮箱上割下一块 试图把它吃下去 但结果却根本无法下野 不过 我自以为把它嚼碎再吐掉 也稍稍缓解了我饥饿的痛苦 傍晚时 我的伙伴们一个个醒来 全都处于一种因醉酒脱水而引起的 说不出有多么可怕的虚弱状态 他们就像发瘧气似的浑身颤抖 声声哀叫着要水喝 他们的情况唤起了我心中最强烈的痛情 也让我暗自庆幸 先前发生那件事 使我没喝上酒 因而避免了这番最惨不忍睹的痛苦 但他们的状况也很令我不安 很明显 除非这种情况有好转 不然 他们无法帮助我使大家摆脱困境 我当时还没有彻底放弃 从舱里找点什么的念头 但若是他们中 没人能够在我下水时帮忙 拉住绳子 这种尝试就不可能继续 帕克看上去比另外两人稍稍清醒一点 于是我千方百计的让他完全清醒 想到海水浸泡也许有助于达到目的 我把一根绳子拴在他腰间 然后把他领到升降梯口 推他下水 随之又拉他上来 我有充分的理由清醒自己做了这一事业 因为他看上去清醒了许多 而且也有了精神 上甲板后他理直气壮地问我干嘛这样对的 但我说明了原因他向我表示感谢 并说 经水一泡他感觉好多了 然后就合乎情理地谈到了我们的处境 于是 我们决定用同样的方法 让奥古斯塔斯和彼得斯清醒过来 我俩立即动手 他俩果然从这一泡中 恢复了神志 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个突然进水的方法 是因为我曾在一本医学书里读到 阵雨交零有助于减轻狂育症患者的症状 但我确信 伙伴们能抓捞绳子的另一段后 我又前进了主藏三四次 尽管此时天已近黑 而且从北方涌来的一阵不猛 但却不断地浪涛 使船身多少有几分摇晃 在这几次尝试中 我成功地捞上来两把有俏的刀 一个三加轮的空壶和一条毯子 但却没有捞到任何可食之物 我又进行了几次尝试 但直到我完全精疲力竭 也一无所获 帕克和彼得森冒黑轮流着下舱大捞 但最后也都是空手而归 我们绝望地放弃了这种企图 认为这是在白白消耗我们的体力 当晚剩下的时间 我们在一种难以想象的 灵与肉的极度痛苦中度过 16日的清晨终于露出曙光 我们急切地扫尸天边的地平线 寻找旧行 但结果却大失所望 海面依然平静 只是像昨晚一样 有一阵从北边涌来的缓缓波涛 除了那瓶红葡萄酒 我们已经整整六天没吃没喝 显而易见 若再弄不到吃的 我们肯定再也坚持不了多久 出了那瓶红葡萄酒 我们已经整整六天没吃没喝 显而易见 若再弄不到吃的 我们肯定也坚持不了多久 我以前不曾见过 今后也不想再见到 人居然会像彼得斯 和奥古斯塔斯那样销售 我要是在岸上 见到他俩当时的模样 绝不会想到 我曾经见过他们 他俩的面容完全变了形 以致我几乎不敢相信 他俩就是几天前我的伙伴 帕克虽说也很憔悴 而且衰弱的 脑袋一直大拉在胸前 可也没想那两人 消受到形容枯搞的地步 他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 非但不自哀自怜 反而 想方设法地鼓起我们的希望 至于我自己 尽管航行初期我情况很糟 而且体质历来就孱弱 但我当时却比他们少受了些罪 也不像他们那样行销鼓励 他们神志错乱 像孩子似的吃笑傻笑 胡言乱语时 我却意外地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们见过也会恢复神志 仿佛是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这时 他们会用一股爆发的力量跳起身来 在短时间内 以极富理性的方式 叹击他们的前途 尽管 这种理性中 充满了极度的绝望 不过 我的伙伴们对自己的情况 也许 会有和我一样的看法 而我自己说不定 在不知不觉之间 倒像他们一样 沾望而吃鱼 这是一件 说不清楚的事 大约中午的时候 帕克宣称 他从左前方看见了陆地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制止住 他跳海游往那个方向的企图 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 几乎没有注意到帕克所言 因为 他俩显然正沉浸在忧思之中 吉姆跳往帕克所说的方向 我看不到一点 哪怕最朦胧的海岸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 我们当时的方位 根本无法让人抱有 靠近任何一块陆地的奢望 但我却花了很长时间 才是帕克相信 是他看花了眼 这下 他泪如泉涌 竟像一个孩子似的伤心哭了两三个小时 直到 因精力耗尽而悄然入睡 此时 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 突然地进行了几次 吞噬皮箱碎片的努力 我劝他们 把碎片慢慢嚼碎后吐掉 可他们已经虚弱地听不进我的劝说 我继续不时地嚼一会儿皮箱碎片 发现这样做 多少能减轻饥饿感 我主要的痛苦是干渴 仅仅因为记得 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 因海水造成的可怕后果 我才没有去喝海水 一天就快这样嚎过 此时 我突然发现一条船出现在东方 在我们的船头左侧 看上去是一艘三维大船 离我们大概有十二或十五英里 而且几乎是正对着我们驶来 当时 我的伙伴们都还没发现他 我暂时忍住 没告诉他们 唯恐大家又再次失望 最后 当那船离得更近 我终于看清 他正扬帆静止朝我们驶来 这下 我再也忍不住了 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那几位患难伙伴 他们顿时一跃而起 再次陷入狂喜之中 一个个像白痴似的又哭又笑 又蹦又跳 还扯头发 忽而祈祷 忽而诅咒 他们这番举动 极大的感染了我 这次肯定获救的希望 也使我兴奋不已 于是我忍不住 也加入了他们的狂欢 尽情宣泄自己的感恩之情和极乐狂喜 我拍手 呐喊 在甲板上打滚 并做了其他一些类似动作 直到我猛然发现 又一次最令人伤心绝望的发现 那艘船突然掉转船头 用尾部对着我们 朝着与我们最初看见它时 几乎相反的方向逝去 我费了好一阵口舌 才是我可怜的伙伴们相信 我们最不期望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 起初 他们用一种 不会被我欺骗的目光和姿态 来回答我的实话 奥古斯塔斯的举动 使我感受最深 无论我怎么说 或怎么做 他都一口咬定 那艘船正飞快地驶向我们 并做好了登船的准备 一团海藻从我们的坡船旁飘过 他坚持认为那是大船放下的小艇 并令人心碎地吵着要往上面跳 我费了好大劲才使它没跳进海里 稍稍平静下来 我们继续盯着那艘船 直到它从我们视野中完全消失 当时海面上生出一层薄雾 天上吹起一阵清风 那艘船刚一步见影 帕克就突然转身朝向我 脸上有一种令我不寒而栗的表情 这时我才注意到 它显得非常冷静 不带它开口说话 我的心已告诉我它要说什么 它简而言之的建议说 为了三个人能活命 我们当中有个人必须死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 我们大线临头时可怕的情形 并暗自下定决心 宁可在任何情况下 承受任何形式的死亡 也绝不采用那样一种手段来求生 眼下令我痛苦万分的饥饿 也未能使这一决心有丝毫的动摇 帕克的建议 经济中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道理 恳求它打消那个可怕的念头 哀求它别对另外两人说出它的想法 它静静地听着我说话 丝毫没有要辩驳的意思 我开始期待 它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回心转意 可等我话音一落 它马上说 它非常清楚我讲的全都在里 采用这样的手段求生 的确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最可怕的抉择 但现在 它已经坚持到了 人类所能坚持到的最后时刻 既然一个人的死就能够 或者说也许能够是三个人活下去 那大家就不必同归于尽 它还叫我别再白费口舌 劝它改变意图 它说 早在那艘船出现之前就拿定了主意 仅仅是因为看见了那船 才使它没能更早地提出它的主张 它还叫我别再白费口舌 劝它改变意图 说它 早在那艘船出现之前就拿定了主意 仅仅是因为看见了那船 才使它没能更早地提出它的主张 于是我又求它 如果它不愿听我劝告放弃它的打算 那至少可以把它的计划推迟一天 说不定在这一天中 我们会被某艘船搭救 我又开始反复地将我所能想出的道理 我认为 我认为那些道理 对它这种性格粗鲁的人可能会起作用 可它回答说 它说出自己的打算 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它若再不吃东西就活不了多久 若再等一天 它的建议就会为时已晚 至少对它来说已经太迟 发现我轻言细语的规劝哀求 没法把它打动 我马上换了另一种态度 我请它必须注意 在这场灾难中 我吃的苦头比它们三人都少 因此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的健康情况和体力都远远胜过它 或许 也胜过彼得斯或奥古斯塔斯 一句话 如果有必要 我完全有条件凭武力行事 假若它试图以任何方式 把它血腥的吃人计划 告诉另外两个伙伴 那我将毫不犹豫地把它抛进大海 听完这话 它猛然一把扼住我的喉咙 同时抽出一把刀 几次想刺进我的胸膛 只是 它极度的衰弱使它未能得逞 它的残暴顿时激起了我满腔怒火 我把它推到甲板边上 一心要把它抛下船去 但彼得斯的干涉 救了它的命 当时 它过来把我俩分开 并问我们为何动物 不但我想出办法阻止 帕克便把它的想法合盘脱出 它那番话的效果 甚至比我预想的更可怕 奥古斯塔斯和彼得斯 似乎都早就怀有同样的可怕念头 只不过他们尚未开口 帕克就已率先宣布 他俩当即同意了帕克的计划 并坚决主张立刻实施 我曾指望他俩 至少有一人神志还足够情形 能够和我站在一起 共同反对实施这种害人听闻的计划 而只要有他俩任何一人的支持 我就不怕自己不能阻止 这血腥计划的事实 既然事实令我大失所望 考虑我自身的安全 就成了当务之急 因为这伙人已完全丧失理智 我进一步的反对 也许会被他们当作一个充分的理由 他们会借此 不让我在即将上演的那幕悲剧中 扮演平等的角色 于是我说 我愿意服从他们的决意 只是 请他们把计划推延各把小时 等我们周围的雾气散开 看是否有可能再看见刚才出现的那艘船 我费了好一番口舌 他们才同意推延一个小时 而正如我所料 很快起了一阵风 雾气不到一个小时就散开 由于没有看见任何船只 我们开始准备抽签决定命运 我真不愿意讲述 随后所发生的那害人听闻的一幕 自那之后 所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场景 也未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任何细节 对那幕悲剧的清楚记忆 将使我余生的每分每秒都充满痛苦 请允许我 尽可能简略地讲述本故事中的这一部分 当时 我们所能想到的解决生死的唯一办法 就是机会均等的抽签 几根草棍被充当命运 大家一直要我当吃仙人 我推到甲板的一段 而另外三人则背向着我 站到船的另一头 在那幕可怕的悲剧上演的整个过程中 我感到最痛苦不安的时刻 就是摆布那几根草棍的时候 几乎人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 而在生死存亡之际 这种欲望会更强烈 但既然我担任的那种未曾有过记载的明确而严格的职责 允许我反复斟酌 那仅有的几次逃脱死亡的机会 一直支撑着我的精力 顿时像风中的羽毛飘散殆尽 使我成为一个最无依无靠 击除可怜的恐惧的俘虏 开始 我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 分开和摆布那几根小小的草棍 我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 双膝也直打哆嗦 互相碰撞 我的脑子里 飞快地闪过上千周 避免参与这场生死赌博的荒唐可笑的想法 我想过 跪倒在我的伙伴们跟前 求他们让我避免这种命运 或是突然扑向他们 杀死他们中的一个 是抽签没有必要再进行 总而言之 除了用我手中的草棍来决定命运之外 其他每一种办法 我都想过了 在这些愚蠢的想法中 消磨了好长一段时间后 帕克的声音终于把我换回现实 他催我 赶快让他们 从那种可怕的交集等待中 得到解脱 即便在此时 我仍然没能马上摆好那几根草棍 而是千方百计的想玩出什么花招 也又是我换那伙伴中的一位抽到那根短签 因为我们事先已伤定 谁抽到那四根签中最短的一个 谁就应该为其他三人的活命而死 若是哪一位读者 要谴责我这种没心没肺的行为 那就先让他来设身处地的试试 最后 我已经没法再拖延下去 于是 怀着一颗快要蹦出胸膛的心 硬着头皮 走上前甲板 伙伴们在那儿等着我 我伸出之前的手 彼得斯见钱就抽 他活了 至少 他抽的钱 不是最短的一根 现在 我又少了一份逃脱的可能 我鼓足浑身的劲 把草棍凑到奥古斯塔斯跟前 他也抽得很干脆 而且 他也抽到了活钱 这下 无论我是死是活 机会都只剩下了一半 此时 我不由得怒火中烧 我恨我这些可怜的伙伴 对帕克更是恨之入骨 但这种怨恨之情 并没有延续多久 最后 我身不由己地 颤抖着闭上眼睛 把剩下的两根钱 伸向帕克 他在抽签之前 犹豫了足足五分钟 而在那提心吊胆的五分钟内 我没敢争一下眼 最后 他终于从我手中 飞快地抽出了两根钱中的一根 命运已经决定 可我还不知道 自己是死是活 没有人吭声 而我仍然不敢睁眼 验证自己手中那根钱 最后 彼得斯抓住我持钱的手 我硬着头皮睁开了眼睛 这时 我一眼从帕克的表情中看出 我已经死里逃生 而他 正是那个命定去死的人 我一口气透不过来 人是不幸地倒在了甲板上 我从灰迷冲醒来时 恰好赶上悲剧的最后一场 那位构思 并导演了这幕悲剧的人 正准备受死 他毫不反抗地 让彼得斯从背后捅了一刀 随之 便倒在甲板上死去 我绝不能详述 紧接着发生的吃喝情况 那种事 也许可以想象 但语言 绝不可能传达起真正的恐怖 只需这么说就够了 我们用那位牺牲者的鲜血 稍稍止住了渴 一致同意 看下他的头和手脚 并掏出内脏 抛进了大海 然后 我们靠着一点一点的 吃那剩下的躯体 熬过了气候 令人终生难忘的四天 即当月的十七 十八 十九和二十日 十九日那天 下了圆磨十五二十分钟的阵雨 我们设法 用风暴后 从舱里唠叨的床单 接了些雨水 总共约半家轮多一点 但即使这么少的水 也给了我们相当多的体力和希望 二十一日 我们又陷入了凉尽水决的境地 天气依然保持晴朗暖和 偶尔有薄雾和微风 风 多半从北边和西边吹来 二十二日那天 当我们挤成一团坐在甲板上 正神情沮丧地沉思 我们可悲可怜的处境时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它顿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光 我记得当前围被砍掉之后 站在上风毛链处的彼得斯 曾递给我一把斧子 并要我尽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后来 我带着斧子下过水手舱一次 并把它放在了靠左前的一个铺上 不久之后 最大那排巨浪就涌上了甲板 弄得所有的船舱都灌满了水 我想 如果能找到那把斧子 那我们就有可能 劈开那间锁着的卧舱上方的甲板 从而轻易地得到我们急需的给养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两位同伴 他们无力地欢呼了一声 然后 我们便立即来到前家版 潜入水手舱比潜入主舱更难 因为 它的舱口更小 另外 读者也许还记得 主舱升降口的整个框架都已被海浪卷走 只有三英尺建房的水手舱舱口 胃手损坏 但我依然毫不犹豫地准备下潜 一根绳子像先前那样 吸在了我的腰间 我无所畏惧地跳入水中 很快游向那个铺位 并在第一次尝试中就找回了那把斧子 我们欣喜若狂地为此欢呼 将如此轻而易举地把斧子找回 当作一个好兆头 预示着我们终将获救 用重新燃起的希望带来的全部活力 我们开始劈那块甲板 彼得斯和我轮流回复 奥古斯塔斯受伤的胳膊 使他没法帮助我们 由于我们仍然衰弱地 几乎不能自己站立 因而每批一两分钟 就必须停下来歇歇 我们很快就看出 完成这项工作得花许多个小时 如果要劈开一个 大的足以自由进出卧舱的口子的话 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们泄气 借着月光批了整整一页 我们终于在23日的黎明时分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时彼得斯自告奋勇要潜入舱内 照先前那样准备好了一切之后 他潜入水中 并很快就捞上了一个小罐 我们喜出望外的发现 那是满满一罐醋汁肉卷 我们把这罐肉卷分而食之 一个个吃得狼吞虎咽 然后我们让彼得斯再次下水 他这次简直令我们大喜过望 转眼之间就捞上了一大块火腿 和一瓶马德拉岛白铺到酒 吸取了上次无节制饮酒的教训 这次我们每人都只戳了一小口酒 火腿除了靠近骨头的地方 有大约两瓣蚝肉碗 其余部分都被海水泡烂而不能使用 好肉被分成了三份 彼得斯和奥古斯塔斯经不住诱惑 扎眼功夫就把各自那份吃光 我比他们小心 只吃了我那份中的一小部分 因为我担心随之就会感到干渴 这时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一夜的劳动早已让我们累得筋疲力尽 到中午时 我们觉得体力和精神都多少得以恢复 就又开始打牢机呀 彼得斯和我轮番下水 一直干到日落时分 差不多每次下水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 这期间我们幸运的总共捞到另外四馆醋汁肉卷 一只火腿 一大瓶差不多有三家轮的上等马德拉岛白葡萄酒 而更令我们高兴的是 还捞上了一只个图较小的加里帕哥龟 原来在匿迹京号即将离港之时 巴纳德船长从从马利皮斯号纵番船上弄过来几只这种鬼 当时那艘纵番船刚从太平洋列布海报远航归来 在后文中我将多次提到这种鬼 就像大多数读者可能知道的一样 这种鬼主要生长在一座被叫做加里帕哥的群岛上 而那座群岛实际上因此鬼得名 加里帕哥这个西班牙词的意思就是淡水鬼 由于这种鬼形状步态都很奇特 有时又被人称为像鬼 他们的个头通常都很大 虽说我不记得有任何航海者声称 见过体重超过800磅的加里帕哥龟 但我自己却亲眼见过好几只这样的鬼 重达1200到1500磅 他们的长相很奇特 甚至令人讨厌 他们的步态非常缓慢 而且稳健质重 行走时身体举地面大约一英尺 他们的脖子又细又长 常见的从18英寸到2英尺不等 我曾杀死过一只 其脖子从尖到头 足有3英尺10英寸长 他们的头与舌头惊人的相似 这种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所能存活的时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 在已知的实力中 从有人把他们丢进一条船的底舱 让他们在那里没吃没喝地待了两年 两年后发现 他们和当初一样飞 各方面都和进舱时一样正常 这种奇怪的鬼 有一个与沙漠中的骆驼相同的特点 他们脖根下面的一个肉袋里 总是装有水 从有人杀死一只 整整一年没吃没喝的加里帕格鬼 结果发现 其肉袋里 还有多达三加仑的甘甜的淡水 这种鬼主要吃野生欧禽和汉禽 也吃马齿线 海藻和霸王树 这后一种植物 非常奇妙的 能使它们长得很壮实 而且 有这种鬼的海边山坡上 通常都大量生长的这种植物 这种鬼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成千上万去太平洋补精 或进行其他作业的水手 向来把它们当作维持生命的给养 这种鬼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成千上万去太平洋补精 或进行其他作业的水手 向来把它们当作维持生命的给养 我们有幸从仓里捞出的那只龟个头不大 重约六十五到七十磅 它是只死龟 长得又肥又壮 肉袋里 虚有一垮托托 清澈甘甜的淡水 这不致是一笔无价珍宝 我们一起跪在甲板上 热诚地感谢上帝 给予我们如此及时的援救 我们费了很大轴折 才把那只龟弄出仓口 它挣扎得很厉害 而且力气很大 它正要从彼得斯手中挣脱 并潜回水中 奥古斯塔斯用一根打有活节的绳子 套住了它的猴头 我跳入水中 帮着彼得斯一起往上推 这样连推带拽 才终于把它弄上了甲板 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它肉袋里的水装入壶中 读者应该记得 我先前曾从主舱内 捞上了一个空壶 取完水后 我们敲掉一个 带着塞子的瓶颈 这样便做成了一个 容积只有半截尔的杯子 然后 我们每个人喝了满满一杯水 并决定 今后水的限量就为每天一杯 直到湖中水喝完为止 在过去的两三天中 天气一直晴朗干燥 我们从舱里捞上来的床单 及我们身上的衣服都已干透 因此 那一夜我们过得比较舒适 先就着少量的葡萄酒 饱餐了一顿醋汁肉卷和火腿 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 唯恐夜里气风把我们的吉仰刮进海里 睡觉之前 我们用绳子把那些东西尽可能牢靠地捆在了残破的脚盘上 至于那只我们希望活得久一点的龟 我们把它翻过来仰面朝天 并小心翼翼地用绳子固定好 7月24日 一觉醒来 我们发现精力和体力都奇妙地得以恢复 虽说我们依然处在危险的境地 而且完全不变方向 尽管我们远离陆地 即便精打细算 食物也只够支撑两星期 水比食物更为匮乏 纵然 我们是在一条最可怜的失事船上 任风浪吹打 随波逐流 但与我们刚刚幸运地熬过的那些 最最可怕的痛苦和危险相比 眼下的处境 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不幸 严格地说 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 黎明时分 我们正准备 重新开始从那个卧舱里打捞东西 突然 随着几道闪电 下起了一场震雨 我们立即改变计划 趁机 用那张曾接过一次雨的床单 收集雨水 我们收集雨水的唯一手段 就是把这张床单扯开 并把一环前茅链放在上面 这样雨水便浸往当中 并透过床单 滴进水壶 水壶差不多快要结满时 一阵北边刮来的疾风 使我们不得不住手 因为船身又开始剧烈地摇晃 让人没法在甲板上站稳 于是我们来到船头 照先前那样 用绳子把身体固定于残存的脚盘 等待风暴的来临 当时 我们的心情比预料的更平静 或者说 怀着在那种情况下 所能想象的最平静的心情 到中午时 村里以强盗航行船 只应该收一半翻的程度 到夜里 则变成了一场八级左右的大风 掀起阵阵巨大的浪头 不过 经验已经教会我们 如何最好的洗牢绳子 所以 尽管被海水冲击了一夜 随时都担心会被巨浪卷走 但我们总算平安无事地挨了过去 幸亏天气十分暖和 海水浇在身上 倒让人感到几分惬意 7月25日 早上 风力已减弱到只有四五级 波涛也随之不再那么汹涌 我们已经能不沾水地待在甲板上 然而 我们非常伤心地发现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加以固定 海浪仍然卷走了两罐醋汁肉卷 和那整整一只火腿 我们决定 暂时不杀那只龟 只分了一点醋汁肉卷作为早餐 另外 每人分了一杯水 我们往水里对了一瓣白葡萄酒 喝下后发现 这种混合汁令人神情气爽 而非上次 他们偷喝红葡萄酒后 那种令人痛苦的鸣顶大醉 汹涌的海浪 仍然不允许我们从卧舱里打捞几样 白天 有几件当时对我们无关紧要的东西 从那个被劈开的洞口飘出 立即被海浪卷走了 这时我们注意到 船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斜 以至于不细绳子一刻也不能站立 因此那天我们过得极不舒服 各个神情沮丧 中午时 阳光好像是垂直射下 我们毫不怀疑 持续不断的北风和西北风 把我们吹到了赤道附近 傍晚 看见了几条鲨鱼 其中最大的一条 肆无忌惮的靠近 这是我们多少感到了惊恐 船身的一次突然倾斜 使甲板一度完全入水 那条大鲨鱼趁机朝我们游来 搁浅在前舱口上扑腾了好一阵 尾巴重重地抽在彼得斯身上 最后一排大浪把它抛回海中 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要是天气温和 我们说不定能轻易地捕获那条鲨鱼 7月26日 由于早晨风势大大减弱 海面不再汹涌澎湃 我们决定重新开始下舱打牢 但劳累了整整一天之后 我们发现 已不能指望再从那个舱里 捞到任何东西 原来 夜里的巨浪打穿了卧舱的胳膊 里面的东西全被卷到了底舱 可想而知 这一发现 使我们心里多绝望 7月27日 海面几乎已平静 天上挂来一阵微风 依然来自北方和西方 下午时 辛勤的天空亮出了烈日 我们趁机晒干了衣服 下水浸泡了一会儿 觉得不再那么口渴 身上也舒服多了 由于害怕鲨鱼 浸泡时 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 有几条鲨鱼 整天都在破船周围游异 7月28日 仍然清空万里 船身的倾斜程度 已开始让人惊恐 以至我们担心 它最终会翻个底朝天 我们尽量做好准备 以应付这种紧急情况 我们的龟 水壶和剩下的两罐 脆脂肉卷 都尽可能远一点的 吸在了上缝面 捆在了船体外的 主毛链下面 海面终日平静 天上时有微风 火完全没有风 7月29日 天气依然如故 奥古斯塔斯受伤的右臂 开始出现坏居的症状 他老实说 他困得要死 渴得要命 但伤口并不感到剧痛 我们没有办法 减轻他的痛苦 只能用一点 肉卷罐里的醋汁 替他撒撒伤口 而这样做 似乎毫无益处 我们尽其所能 让他舒服一点 配给他的水 增加到一天三倍 7月30日 枯热难耐的一天 海面上 没有一丝风 一条巨大的鲨鱼 整个上午都紧贴在船边 我们企图 用套锁将其捕获 但试了几次 均未能成功 奥古斯塔斯的情况 急剧恶化 伤势的严重 加上营养缺乏 使他明显的销售变形 他不断地祈求 能早点结束痛苦 因为 他除了死亡 一别无他求 这天傍晚 我们吃掉了最后一点 醋枕肉卷 发现 湖中的水 一发臭 不穿酒 根本不能下业 决定 早上杀归 7月31日 由于船体倾斜 我们度过了极其不安 而疲乏的一夜 一大早就动手宰杀那只龟 龟虽说很肥 但却比我们设想的 要小得多 全身的肉 总共不超过十吧 为了把这一部分龟肉 保存的尽可能长久 我们把肉切成碎片 装满了三个醋汁罐 和那个小酒瓶 随后 从罐内 往小酒瓶中 也倒了一些醋汁 我们用这种方式 注存了约三磅龟肉 打算 把其他肉吃完之后 再动这一部分 我们决定 把每人每天的食用量 限制在四盎司 这样 十磅肉将够我们吃十三天 黄昏时 半着雷电下了一场大雨 但由于时间太短 我们收集到的水 大概只有半瓶多 我和彼得斯一致同意 把那些水 全给奥古斯塔斯喝 他当时看上去 已经奄奄一息 他在我们接雨时 直接从床单下 喝的雨水 我们把床单 扯在他躺着的身体上方 让水滴进他的嘴里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没有容器盛水 除非倒掉那一大瓶白葡萄酒 或湖中已发臭的水 如果那场雨再多下一会儿 这两项措施都会被采用 喝了那么多水 奥古斯塔斯却似乎并没有气色 他的右臂从肩到腕完全发黑 而他的脚却冷得像冰 我们已经做好了 他随时宴起的准备 他销售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他离开南塔吉特时 体重有127磅 可现在最多不过四五十磅 他两眼凹陷的几乎已看不见 脸上的皮肤松弛的搭拉着 以致他进食乃至喝水都非常困难 8月1日 仍然是风平浪静 烈日当空 口渴难耐 但湖中的水已完全复仇 并生满了虫 然而 我们还是对酒 将就着喝了一点 虽说干渴几乎没得到缓解 我们发现 下海浸泡更能消除解渴 可由于鲨鱼一直存在 我们只能偶尔用用这种方法 此时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奥古斯塔斯的生命已无法挽救 它显然已处在弥留之际 我们无力减轻它临终的痛苦 那种痛苦 看来好像十分强烈 它一连几个小时没说一句话 中午12点左右 它在一阵剧烈的抽搐中死去 它的死 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最阴沉的预感 给我们精神上的打击 是那么巨大 以至于 我俩一动不动地 在实体旁坐了整整一天 期间 除了低声自语 互相没有说话 直到天黑了一阵后 我俩才鼓起勇气 把那具尸体扔下了船 当时 尸体已腐烂得没法形容 彼得斯动手扳尸时 他抓住的那条腿 竟完全脱落 当腐蚀划过船边 掉进水中 围绕着他的闪闪灵光 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 七八条大鲨鱼 当那些鲨鱼 争相撕咬尸体的时候 它们可怕的尖牙 互相碰撞的声音 一英里外 似乎都能听见 那声音 吓得我俩 蜷缩成一团 八月二日 同样可怕的美风 同样可怕的酷热 黎明目睹了我俩 精疲力竭 垂头丧气的惨状 湖中的水 现在已完全没用 它已变成黏乎乎的一团 里边还混有令人生艳的蠕虫 我们把臭水倒掉 用海水把壶洗干净 然后 从盐硅肉的那个瓶里 往壶中倒了一点醋汁 这时 我们口渴男人 竟妄想用酒来解渴 结果只是火上加油 酒精的刺激 使我们兴奋狂躁 随后 我们又试图 用酒和海水的混合液 来减轻干渴的痛苦 但这马上就令人感到极度恶心 我们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尝试 整个白天 我们都在急不可耐地 寻找下海浸泡的机会 但却枉费心急 因为破船的周围都是鲨鱼 他们无疑 就是昨晚吞噬了我们可怜的伙伴的那群家伙 现在 他们又随时期待着另一顿同样的美餐 这种情形令我们懊悔不已 心中充满了抑郁之情和不祥之招 我们已体验过下水浸泡那种说不出的快感 而让这种解渴的应急办法 以如此可怕的方式被断送 实在令我们难以忍受 实际上 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直接的危险 脚下稍稍一滑 或身子稍稍一偏 我们都可能 马上落入那些贪婪的鲨鱼口中 他们常常游到破船的背风面 静止向我们冲来 我们的惊呼呐喊 或挥拳舞弊 似乎都吓不退他们 甚至个头最大的一条被彼得斯用斧子狠狠披伤之后 仍坚持着企图扑到我们身边 黄昏时分 天上出现了一片云 但令我们悲哀的是 它没有化成雨降下 就从我们头顶飘然而去 谁也没法想象 我们当时那种干渴之苦 由于这种干渴和对鲨鱼的恐惧 我俩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8月3日 祸酒无望 船身越来越倾斜 我们现在已根本没法在甲板上站稳 我们忙于洗牢葡萄酒和龟肉 以便船身翻转时不致失去它们 我们还用斧子从船手闲侧之所扣板中 扣出了两颗粗铁钉 并把它们钉在了上封面 离水两英尺处的船壳上 这个地方离龙骨不太远 因为当时我们的横梁 几乎已垂直于水面 我们把全部积阳 牢牢地困在这两颗铁钉上 这样比原来 吸在竹毛链下面更保险 口渴令我们痛苦不堪 那些鲨鱼 使我们没机会下水浸泡 它们整整一天 片刻也没有离开船的周围 我们根本不可能入睡